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高雄市区发现了猴子的踪击 民众在自家门口看到猴子在电线上爬来爬去 还跳到了旁边加油站的屋顶 担心发生危险 民众吓得惊呼连连 猴子伸手绞结在电线上攀爬下一秒 一个跳跃轻盈的跳上加油站屋顶掉着晃啊晃 在上头走跳一阵子才转移阵地 看起来相当开心 不过看到这一幕的民众可救 就怕跑到自家里头倒是麻烦就大了 瞎得发出惊呼声响 原来他出现的地方是高雄大树市区 为什么猴子会跑到街上呢 附近民众都相当不解 踩到我们要收紧的时候 剩不到一半 不少网友得知消息后都纷纷表示 门窗要关号 不然屋内会被搞得乱七八糟 相关单位要赶紧介入 不然果园的水果会被吃光光 不过近期类似事件相当频传 跑了跑了 猴子东奔西窜在凯旋国小内上演抓猴戏马 现在竟然又在市区逛大街 对民众的影响或是对农民的干扰 可以用更多方式去缓解这样的事情 政府应该要跟相关单位去做一些配套措施 如果民众看到猴子踪影 一定要记得三不原则 不接触不畏时不干扰 否则将会 依法开罚 记者总和报道